嗨,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红烧洋葱排骨 用这种方法炖的排骨,嫩而不散,有嚼劲又不柴 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用它来和米饭面条相配,最合适 先切一点洋葱和姜片,洋葱要切大块 排骨洗净,沥干水分,加入姜片 两汤匙酱油 料酒,我用的是波本威士忌 同样的做法,偶尔换回料酒,你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腌20分钟以后,撒上一点番薯粉或者是玉米淀粉 用中等油温,把排骨炸一下 不要用高油温猛炸,会把排骨外表炸得太硬 炸至排骨两侧都出现微微的金黄色就可以了 将排骨捞出备用 接下来要做一锅卤汁 半杯酱油 两汤匙料酒 半汤匙白糖 把白糖化开 烧开以后,加入鸡汤或者是清水 鸡汤的量一定要没过排骨 大火烧开以后,下入排骨 盖上盖,小火炖50分钟 50分钟以后,下入洋葱,再炖10分钟 如果是用高压锅来炖,排骨就太松散 而洋葱也就不成样子了 这种做法,排骨奇香无比 您一定会喜欢 您走前别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上师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